經常說風水 在Marco的角度來說 風水是包括甚麼元素形成的 第一個是跟天上的星星有關 還有一件事就是地理 真是那些山的形狀 有時候我們說風生水氣,對吧 其實是錯的,你知道嗎 風生就是颱風 是 水氣就是海嘯 風水的目的是要藏風聚水 我又有問題 我經常看到樓盤,例如淺水灣 很貴的豪宅很高 中間會有個洞 是 我聽聞那些洞是被龍飛來飛去 帶黃的地方,是否正確 很豐富 這些是迷信 這些是Urban Legend 為甚麼?起點是這樣的 全世界第一間建有洞的房子 就在Miami 當時他們的說法是… 這個就叫Urban Window 就用來通風 風這樣吹的時候 用來風氣而已 沒有那麼猛 沒有那麼平風 它的結構會輕輕 因為它被風走 這是結構上的因素 之後 因為香港的樓越建越平風樓 就被人罵了 你說我平風樓 所以就在整個設計中開一些洞 改變平風樓的格局 這就是從設計的角度 來解釋那些洞的原因 她說是建築士 如果從風水的角度 那洞會否有好或有不好 我媽媽說那些洞是否不好 是嗎 是嗎 你媽媽是對的 我用科學來解釋一下 如果有一個洞在這裡 這裡的風吹過去 是否這裡特別猛烈 是 即是藥體動力學 是… 即是液體動力學 風是否突然這樣追上 直接集中了 是嗎 是嗎 會鼓起氣 對… 這樣進去後… 我曾經看過一個例子 她剛好住在這個洞旁邊 她的床頭後面就是洞 雖然是牆 終於突然有一次出了一個怪病 她的兩隻眼睛不受控制 就是這樣,一隻向上、一隻向下的眼珠 我向香港找了醫生 也搞不定 你說那個洞 像不像這隻眼睛嗎 這隻眼睛… 變少了就像甚麼 眼珠 有眼無珠 她的丈夫後來搬走後就好一點 然後帶她去英國找醫生 不知道是甚麼細菌感染 神經之類的東西 兩者就沒事了 離開這間屋就沒事了 不明白 有否更典型的例子 是洞是不好的 有否類似建築物 剛才我們說的住宅 如果是建築物呢 海船門那種 對,類似那種 拱形的 海船門… 那個叫洞嗎 其實正式的名字是失敗門 失敗門… 不是徐爾門,失敗門 失敗門 是在法國總統府… 法國皇帝是住在羅浮宮 旁邊的一個宮 是 那個宮現在已經燒掉了 就做了花園的位置 那個位置是西北邊 是 西北的其中一種乾卦 代表甚麼呢 代表武德… 那就正確,海船門放在那裡 就贏了,武德 不過它有個洞 漏風 它是破了 從海船門,其實是失敗門 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外國人未必… 懂風水 懂風水 或者注意風水 因為我怎麼這麼說 但想起來我們又不覺得 作為英國殖民時代的政府 對 都市傳聞 有很多風水的工房 或者在香港有很多布局 是嗎 聽聞本身也挺好風水 對,他們的位置很適合風水 是 為甚麼 港督府原本是看著哪邊 九龍是哪個山 原來他是望正飛鵝山的山尖 港督府的設計人 就是當時的一個軍官 等於他是當時的公務局長 他當時為何會選擇這個位置 有一個很簡單、很邏輯性的推測 這是剛好北偏45度 而剛好這條線 對正飛鵝山的山尖 是 如果用來建築 用來地盤拉直線 是否最好瞄 所以這是最好用來… 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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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法 好,但因為這個山尖 古人稱為火形山 是 火形山最好是向著的 古人稱為火星不高,觀不顯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地結人靈 港督府的整個格局 就是由葛亮雄開始 是 又開始看風水 直到真的很嚴重地面對問題 就是衛奕遜 是,衛奕遜是否很信風水的人 不是衛奕遜,而是衛奕遜的夫人 當時的港督府外面是看到海的 是 但你知道80年代開始一直發展 海風又起 當時唯一看到海的地方 就是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今天中資銀行 看出金鐘的位置 第二個位置就是在雪廠街 經過亞歷山大行和文華 中間有一條縫 因為這個水對整個格局很重要 水是它的力氣來源,現在正在封 當時衛奕遜的夫人 為了這件事 是去公務局查過的 雪廠街那裡有一套大廈要建 是 封了那個洞 一封了之後 衛奕遜就好像公子一樣 就跌了腳 是 然後他被人… 為何會關腳事 中資銀行的位置 就是在東邊 是 東邊就是八卦裡的鎮卦 是 鎮卦有甚麼代表 人體身體的部位是代表腳 聽人說,衛奕遜真的有一段估計 對於中資銀行的大廈是有點不滿 因為中資銀行的頂部 其實真的好像尖刀一樣 是 扔到他的家 就覺得是不幸運 當時也跟傳聞 也跟建築書去周旋 說甚麼,我媽的刀含著我 那把尖刀這麼大影響 其他旁邊的大廈有甚麼影響 或是有甚麼風水局嗎 其實他那個叫鼠人不利己 至於他隔離的地方 例如隔離獅子銀行 也真的為了他做了一些事情 有一個我的朋友、老朋友 他曾經是獅子銀行的高層 我告訴過誰聽這個故事 施仔銀行為了對著他 他在我屋頂上 加了兩支超大的抹玻璃機 因為通常你看到抹玻璃機 最多是一輛私家車那麼大 他那支超過一輛巴士那麼大 那兩支還要這樣對著你 然後這裡晚上,你看看 是穿著兩盤紅燈的 像機關窗一樣 對 小朋友,反彈再反彈 你砍我 我在搭著 謝謝你 然後他擺著乳珠穿著 向著大廈的那裡 有一條亮燈的樓梯 是 晚上,你看看 是不斷地… 燈光在那裡 斬 但聽起來慘了 我記得這間鋪鋪銀行 和一獅子銀行 中間還有一個首庫的基地 對 怎麼辦?就吃光了 對 周邊的鍋氣很大 對,全部都是炒的 你有留意過那間大廈 不是佔了整個面積 前面有個廣場 是… 他們將一間屋子移進來 避避了 剛避避了,他們兩個在開窗 我把他套進去 其實是岸觀火 獨善其身 他有人看過 好像這樣 不,即是你們兩個在開窗 他在那裡,這樣縮進去 對 即是一舉一動 都雞腥在內 雞腥在內 除了這個雞腥呢 你有留意過他的大門口 其實不是在正面嗎 是 是在背部嗎 向著山的 是… 你看到嗎 也是在計方位的… 沒錯 那他那些… 因為一般人正常的 當然會永遠向最旺的街上看 是 說到大型風水布局 我們經常會聽到農脈 其實農脈是甚麼 是否斬斷了農脈 就會影響國家的運勢 其實所謂農脈 就是我們平時地理上所說的山脈 但其實山脈,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是有關係的 你也有一個高山 接著是一個中型的山 接著是一個細型的山 是 那是否像一條龍的身體一邊下來 如果大家想像的那條龍脈 就像一棵大樹 大樹是否有大樹幹 接著有中樹幹 然後出來就是枝 甚麼樹幹 有些葉 葉之後就開始開花,有結果 是 大樹很少在樹幹中間開花結果 是 一定是在最尾的枝葉 從大樹幹到枝葉尾 那條就農脈 所以在我們中國人來說 我們一般古人的說法是 西邊的衰微山 或者叫… 那個山就是我們的大樹幹的頭 以最高的山就叫做祖山 就是祖宗 然後就一直由高、中、低 這樣就下來 我們中國人本身的地理 就分為了點分 因為有一條圓 長江和黃河 就由西向東流 剛才把山脈像手指一樣割成三份 是 所以一條就叫北龍 一條就叫中龍 一條就叫南龍 譬如我們現在香港 就在一個南龍的龍脈裡 就是這樣來 其實也是基於神話 因為龍在中國的神話裡 是一個很威嚴的 或者是… 龍的傳人 對,即是皇帝 所以沒有人見過龍 是 但你經常說龍是變的 一會兒說在水上 一會兒說在山上 一會兒說在海上 甚麼都有 是… 所以為何他說… 因為這些東西變幻無定 所以他就叫做龍脈 其實我經常聽到 香港很多富豪或勁人 他們的祖墳都安在龍脈上 然後就責衛到後人 換句話說是否香港也有龍脈 所有地方都有龍脈 對,香港的龍脈在哪裡找 我們的龍脈… 整個香港的龍脈是怎樣來的 第一件事是在東北邊 深圳灣的吳銅山 是 他就從東北邊 過沙頭角一直下來 雞公嶺 去到所謂的大霧山 大霧山是全香港最高的山 那是我們叫做香港的祖山 它是在我們香港 這個維多利亞所說的西北邊 從它那裡生下來 你就會看到 在這邊就生了九條龍 甚麼叫九龍 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由尖山開始掃 不甲山、獅子山、大老山 大上托、飛鵝山、魔鬼山 那裡一路一路有九個山頭 所以就叫做九龍 每一條龍 再有一些向南的陌生 明白嗎 這就是整個九龍半島的山脈 然後在今天岸旋灣的地方 我們沒有一個小島 古人說看到這些島 就是那條龍要游泳過河 就等於潛水 龍潛水把背部割出來 要休息一下 再來了 明白嗎 明白嗎 很形象化 他在前沿浪船洲 一過來 一出來便是我們的托騎山 托騎山這邊… 那一刻那一刻 托騎山… 西邊還有一個西高山 馬麗淵的西高山 這邊下去就是那些… 甚麼… 筆拉山、東半山、西邊一直下山 整個就去到柴灣那裡 是 於是就這樣把整個香港包住 所以我們的龍脈就是這樣 有否說哪一條龍脈會有更多人住 或者平時行山都會走到的地方 為甚麼呢 香港的島本身有太多樓 起到這麼高 今天你就看不到那條龍脈 我有一個提議給大家 你去西貢,你走西沙公路 去到後,有一個軟軟軟 一邊就進去大莽仔 進去大莽仔那段路 你走到差不多會見到一個碼頭仔 那裡可以停車 你在那個碼頭仔那裡 你回望回頭 你就會看到我現在畫這個景象 是 就是怎樣 你會看到兩個很高的山 那兩個山就是甚麼 就是馬鞍山 然後你會看到整條山脈一邊下來 來到這裡就開始有小屋子 一邊… 到最後的脈的位置是哪裡 其實就是西貢市的天后廟和關帝廟 還有那個… 很有名的陶水舖 所以它為何這麼快呢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就是坐正龍脈的關係 很棒 那也很合理 因為其實住得西貢 剛才你說馬鞍山 那些朋友也真的特別有錢 對 因為樓價這麼高 對 住在那裡也應該要承受到樓價 有時不是住在那裡而變得有錢 是有錢才可以住在那裡 對 我還有一個小目標 就是住在那裡不是農脈 但風水也應該可以攪拌它的地方 不是農脈有得攪拌嗎?Michael 其實是這樣的 所謂農脈、不農脈 最差的地方都有最好的位置 舉例,跑馬地 你知道有個猶太墳場嗎 猶太墳場旁邊是甚麼 就是馬會會所和警察局 他們有夠殺氣 這些陰氣就影響不了他 即是偏才的東西 還有他旁邊還有一些屋子 你從來沒看過那些屋子 發生甚麼兇案 又有甚麼殺人案 為甚麼 那些如果是做偏才的 住在那裡,甚麼事都沒有 有些女強人,他就陰得來 他就夠強 那些就沒事了 你陰得來又弱 進去便是病餐死的 你要看那個地方 儘量沒有被他陰 對,真的沒有被他陰 所以這又是另一個例子 另外我見過另一個例子 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師 他去全世界開設那些… 佛堂… 他指明一定要找凶宅、鬼屋 來做佛堂 又明白 佛堂是普道眾生的 眾生不是…除了人、動物 還有一些… 對 不是,普道那些之外 佛堂會特別要旺 是 因為有多人來上鄉 還有有多朋友在那裡 對… 變成一個很好的能量場 所以這個世界是富富得正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廟是最煞氣的地方 所以有廟前貧、廟後庫 廟左、廟右出寡婦就是這個原因 不要廟左、廟右… 這是第一次聽 對嗎 是 還有,這個不只是中國 你想想外國人 他們很多時候 山仔的屋頂上建了教堂 是 教堂旁邊放甚麼 墳牆 就是用來放墳牆的 是… 那就是一樣 這些就叫地理 這些就叫人結地靈 我們也有看過一些禮 有間屋,那個人是警察宿舍 他在窗門看上去 剛好看著一個教堂的十字架 結果那個警察 是因為一宗打劫以外被打死 那個警察就不夠強 就是受不住 是 如果那個警察居住高一點 他看不到是否就可以 因為我聽過風水師真的這麼說 對… 其實你蒙著窗戶已經擋了所有東西 這些是家具小貼士嗎 你蒙著窗戶,我連家屋就變成黑 變成黑暗 因為當時我家裡有窗戶的位置 有些煞,例如CK你說 家裡有個地盤 地盤 風水師教我安裝白葉鏈 其實你可以透光 又可以關掉,然後也有一點 都可以擋住,總之眼不見為乾淨 會幫到… 會幫到 可以嗎 能幫到一部分 拉窗戶是其中一個方法 是 但是… 因為家居裡有太多濃烈的東西 有很多原因 例如你安裝冷氣機的位置 是否正確 這樣就可以影響你發不發 做甚麼 你明白嗎 你知道吧,香港的房子 很多時候冷氣機被訂定了 對 你也不能動 很多東西是不能動的 唯有動自己的東西,室內的 有甚麼可以動的東西 不如架架架架 架架架 今天我們經常說年輕人不能償錢 現在床尾的位置就叫明堂 是 明堂是用來聚水、聚財 是 以前的房間間都有一個榮堂的位置 現在的房間都沒有明堂位置 尤其是第二代 對… 對嗎 對,我沒有… 為何解決呢 我見過很多人的說法 唯一的說法是甚麼 當你搬不到你的床時 睡廳 做廳長? 睡廳一定有個名堂 你的腳上 是 剛才我試過有個朋友… 我試過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家裡的房間就不能動了 是 就叫他睡廳 睡著睡著,他現在自己賣樓 不可以在床尾上放一些石頭或震動 最差的是放在床尾上 然後放一個櫃子,放在床尾上 把床尾放在床尾上 自己塞住自己的床尾 對,其實說了這麼久 風水真的有點適合鐵的感覺 之前我提及了很多地理問題 之後就提及了家居貼士 風水不能有時間改變 就收拾房間吧 考慮我會睡廳嗎 不會的 也不會的,好… 女生在床尾上放在床尾上 對 危險吧 總之就是風水的東西 即將課就架,自己辦 今天謝謝Michael… 謝謝… 謝謝你給我們這麼多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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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